今天是七夕节 然后也是大老贤的生日 我给她买了一个生日蛋糕 我说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是不是应该换个衣服 把头发弄一下呀 但是感觉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她可能等会儿就要回来了 我这形象也太差了吧 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 稍微好看一点的衣服 我觉得是不是 应该找个小裙子穿上了 可是我觉得太刻意了 因为今天如果我穿着一个裙子 在家等着她的话 我靠好恶心哦 我觉得我无法想象她脸上 搞笑的表情 回来呢 老公 你回来啦 我靠 你别吓我 老公 你看我今天好看吗 有点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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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意因为你换的小裙子了 可爱吗 我靠 好看吗 我给你买了个蛋糕 真假的啊 那你给我买了花呢 不是你今天你给我过生日吗 今天不是情人节吗 今天你给我过生日啊 我的生日啊 我的情人节 生日比情人节大多了好吧 放屁 来吧 吃饭 先说一说 先别摔 先别摔 对 先别摔 放屁 我以前给爷爷给你买过生日蛋糕 够够 记得那比较遥远 再摔我一次吧 再两次 然后呢 继续 然后 今年是多大了 33吧 33吧 他33不代表我33啊 我跟他不同岁啊 大家大家不要误会啊 你觉得我今天好看吗 还不好为止歧视 你今天这个帐子吧 我给你吓到了 什么帐子啊 就搞这么龙龙 怎么龙龙啊 你就当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也是穿这个衣服就行啊 我还没化妆呢 只是擦了个粉底 而且是为了试妆擦的粉底 不是为了你试 并不是为了你 我才有乱 好 你把碗收下吧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把生日蛋糕摆上来 开始吧 我挑了一个我喜欢的口味 我跟你说 这个蛋糕特别可爱 可爱吧 呦 是不是很可爱 好可爱 是不是很适合你 是诶 你们看我给大老神买的生日蛋糕 是不是很像他 除了他头发比你 他头发比你多一点 哎呦喂 这么可爱的 干嘛 你生气病吧你 不是你刚才在干嘛 不是他做错了什么 然后你要 你要这么端起来 然后很可爱的样子 别别别叼了 小心小心 你痛苦吗你现在 痛苦 你唱啊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怎么觉得你衣服 生 生无可恋的样子 我靠 切不动是吧 我第一次切这种冰淇淋蛋糕 这也太难切了吧 要我来 好像是冻住的 完了 切得好恶心啊 这太难切了 不切了 我就我们直接一咬着吃吧 反正就我们两个人 好吃吗 好吃 就太甜了感觉 嗯 它里面是这样的 最下面有那个 要什么 面粉做的那种蛋糕 然后中间有 奥利奥 上面就是冰淇淋 还挺好吃的 我现在在化妆 因为我等会儿要出去 跟一个朋友吃饭 然后这个朋友呢 是我一个死党闺蜜 是我小学同学 你想想小学同学 到现在都认识多久了 我先把眉毛画了 我今天看我眉毛不顺眼 画完眉毛 我再化底妆 我现在脸上有一层隔离了 也不是完全素颜的状态 底妆我今天用 我给你们看我昨天 收到的一个欧莱雅的包裹 就是这个 这个是 算是一个公关礼物吧 它是欧莱雅和老佛爷的 联名款的一个礼盒 他们这一次联名款的一些产品 像这个 就是红胖子 然后这个里面 还有一个 这个是眼影盘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里面还有几只口红 我昨天有拆开看一眼了 它这个联名款的 哦对 就是这个东西哦 据说他们全国只有十套 然后就给了我一套 这个就是 诶 这个已经不能叫红胖子了吧 这个叫黑胖子吧 然后这个下面就应该是 老佛爷本人的那个签名的logo 新开封的气垫用起来就是爽啊 我想看一下它这个眼影呀 我昨天本来想拆开的 然后又舍不得拆 今天在视频里面给你们拆了 哇哦 是这样的 诶 这个颜色还蛮特别的 诶 我看看它这个口红里面是什么样的包装啊 因为限量版一般就是包装比较炫酷 哦 是这样的 打开之后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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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看了 不能再看了 我要抓紧时间化妆了 我要迟刀了 而且我这个朋友他绝对会催死我的 他绝对不会对我有任何客气的 好 我不能给你们录了 因为我发现我相机摆在这里录 我就画得慢一些 等会再见啊 我靠 我觉得我今天脸怎么这么大啊 这身体 小火的脸还小啊 扭标站那么后面吗 嗯 这么前面很奇怪啊 对不对 但你们朋友们的背后面比较好 那就这样吧 哈喽 我跟我朋友来吃烤鸭 哈喽 他从外地过来的 然后他说他要吃烤鸭 我们就搜了附近一家 评分最高的 但是我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排了多少人啊 就是那边不是吃饭的人哦 是排队的人 然后 那个那个 教号的服务员跟我们说 现在排的话 大概要排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决定先出去逛一下 我们决定到附近的这个咖啡厅 坐一坐 然后吃点甜品 打发打发时间 聊聊天什么的 感觉里面 环境还挺好的 但是感觉有点隆重啊 没关系啊 反正就是我今天就是穿的也很隆重啊 是吧 不像 某些人 穿了个瑜伽裤就出来了 哇塞 这个装修 他们的吧台还挺好看的 来给你们录一下啊 这边是这样的 哇 这里面好适合聊天哦 人好少哦 这个是铁拉米苏 当然不是典型的铁拉米苏 这个是一个 这已经不算小了吧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包子 外面是慕斯 里面是巧克力 现在我要来戳破这个小笼包了 要拍 要拍个照吗 不用了 你怎么这么没有情调啊 都年纪大把了拍什么照啊 重新来一次应该说 哎呀 我靠 飘了 有没有脆脆的好吃 嗯 这个好吃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包子 我们的包子已经被吃成这样了 馅儿已经被挖光了 我到时候把你的ID打在上面啊 你那 银店流 那行 那我每个月都来一次 你是不是很厚 我今天没有好好打扮一下 是啊 哎 我跟你讲 哎 这个好好吃 好吃啊 嗯 我全部吃光 一个都不给你用 而且我好蠢 你就是 故意的让我长胖 结果我还六口 重新来说你不胖啊 你就是腰粗 小腿肥 我知道你 你说第一句 你不胖啊 哎 我当时就就感觉 我觉得 虽然心里很感动 但是隐隐隐隐隐留一丝不安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你会说出的话 这不果不其然 我摸下你的腰吧 我已经磨到了 你磨一下我的 我摸一下 我不磨 我摸你胸 现在 现在流行平衷 我大腿 大腿 哎 你还记得你穿秋裤的事情呢 就是秋 秋冬的时候吧 我有次见他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入冬了嘛 就是可以穿秋裤 也可以不穿 我是很认真的问他 因为我当时我看他的腿有点粗 我说 哎 你穿秋裤了是吧 不是 没有 只是 只是因为腿粗而已 所以你们平时 就关系没有那么熟的人 你千万不要问 你是不是穿秋裤了 这句话 这句话真的很伤人 这种年小腰细 然后就是 年年小 你刚才说小农包 你知道吗 你真的很爱纠正这个人的 这个什么前名后名 我最讨厌这种了 而且我们都是红男人 你为什么来嘲笑红男人 我是 普通话讲的很标准的 红男人 大老闲你看 你普通话这么标准 大老闲还不是不标准 他就是为了练普通话 才跟我结婚的 可是问题是结婚那么多年 普通话还不是不标准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太蠢了 练不过来 你老公跟我老公 他们发一个单词的一定是一样的 李冷 英文单词 low 而是大老闲还特别喜欢说 你知道吗 我忘不完 实在说 我有时候跟他讲个什么 他就是那种半开玩笑的 很屌的那种样子说 low 说你不要标一门的 我跟你讲 你老公到底姓什么 我跟你说 他忘记我老公姓什么 重点是 他是我们结婚的正婚人 你还发言呢好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是正婚人 但我却记不得他老公的名字吗 因为他老公是大老闲的同学的同事 就是我跟他老公是完全不认识的 嗯 对 对 那所以你老公到底心什么来着 哈哈哈 哇 这里好适合拍照哦 可是我们都要走喽 刚刚都没有拍照 他早饭了一些 那快走走走 我们的考案要到了 嘿嘿嘿 给大家看一下 美妆博主的日常 自拍拍的好累啊 手势好累 这是美妆博主的腰 哎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打扮了 你知道那个精髓在哪里吗 就是我的这张脸啊 我的这张脸就是精髓啊 哎 你这样很像宋慧桥的一个装扮哎 我本来就像宋慧桥啊 哎 我跟你讲啊 就是虽然你的妆啊 画的就是确实还蛮少女的 但是有时候你的那个举手投注之间 就是透露了一股那种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我知道 就是这种大妈的感觉 你不叫大妈吗 就是就是一看就是年纪不小的 年纪不小的女人 我们第一个菜到了 这个菜的名字呢 叫做粉条乱炖 我们的半只烤鸭到了 啊 哈哈哈哈 来尝一下这个大重点评 北京第一的烤鸭 到底味道如何呢 我现在开始吃了啊 优雅的吃烤鸭 好吃吗 精髓在哪里 好香 好香 哈喽 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快中午 现在是上午11点 我们要去买菜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今天中午 大老贤 大老贤得做饭给我吃 因为情人节 大老贤没有给我送礼物 我就惩罚他未来一个月 每周末他来做饭 并且要买一个星期的早饭 大老贤在买鱼 他这种三脚猫水瓶 竟然还想做鱼 我看他今天做成个啥样 你说 你不用你把前面的话再说一遍 你叫我下次要做什么 你下次要做什么 扇鱼 开箱的扇鱼 他开始买蔬菜了 冲一下 贤惠大老贤 在线买菜 大老贤你的小腿好细哦 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帮你忙 你觉得呢 你说到处说说看啊 你应该知道啊 大老贤今年就是巴不得我不帮他忙 他自己一个人做 因为呢 如果我帮他忙呢 我就会挑他很多刺 他宁可自己做慢一点 做辛苦一点 他也不想让我在旁边 GYY 看大老贤 洗菜 姿势多么的 神经病 你好好站着 你站你原来的腿型啊 对 他每次一洗菜或者是洗碗就 就这种腿型 然后我就笑了他 然后他就把腿插开了 你们不觉得这个腿型很娘吗 这是大老贤做的西红柿鸡蛋汤 好实在的西红柿鸡蛋汤啊 然后 这是他做的柴鱼 我跟你们说 刚才我们两个尝了一下 这个柴鱼的味道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是淡了一些 哎呀 好贤惠啊 哎呀 他前面做鱼的时候我都没有 我都忘记录了 现在只能给你们看一下他炒青菜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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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一下你对自己的做菜的感受吧 你觉得哪个最好吃 最好吃啊 嗯 你要最好吃肯定还是这个 对 他比你食材好 你觉得你做的好吃还是我做的好吃 我觉得不有千秋吧 我的天 你行啊 你既然说出这么官方的话 你现在可以啊 各有千秋这种话 这种鬼话你也说得出来 没有你要说你做的好吃啦 因为你做的好吃 以后你就 你就天天做嘛 嗯 我觉得你做的好吃啦 真的 我不想这样 你做的好吃 你做的好吃 我觉得我做的真的很一般 我才发现 我们才发现大老贤做这个鱼 买了把香菜它没有切 就放在里面了 你 你这是火锅吗 他刚才还说 哎 就是感觉发现这个鱼好像哪里不太对 他一整把香菜放在里面没有切 哎呀我的妈呀 刚才大老贤 李完发回来 给你们看一下 他剪了一个最搞笑的头发 看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 不是 你给钱了吗 剪成这样你还给别人钱啊 挺合适的啊 你喜欢啊 I like tea 你喜欢啊 我给你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最搞笑 后面看也很丑 是吗 后面开始半截 你戴个帽子好不好 你真的喜欢这个头发 你是发自内心喜欢的吗 可以啊 比较干净利落 干净利落 你从这个头发上哪里看出来 还干净利落了 明明是智商低下呀 比较好的 我昨天拍了好多那个照片 我让大老贤来看一看啊 看看他的直男审美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喜欢这种吗 你看得懂这种吗 看得懂啊 好看吗 好看啊还可以啊 这是原片啊 我先说明啊这是原片啊 还没有修还没有修啊 还没有修 这个你肯定看得懂吧 少女风 这个 你再走 走啥呀走 男的不好看吗 原片啊原片 原片 原片 这有 还有痘痘 脸大吗 脸 这个好看吧 这个好看吧 这个是最好看的一组吗 还是第一组更好看 昨天摄影师他都知道了 他说这一组啊 还有刚才第一组才是我的风格 就是我 他说我是高冷风的 中间那种少女的 要装可爱的那种 不是我的风格 好看吗 还可以 好看吗 还可以 你咋都还可以啊 不是你能不能有点形容词啊 就是好啊 多好吗 像什么吗 就还可以啊 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的12点了 然后我现在 在工作室准备要回家了 哎呀 我这穿这个黄色的衣服 好像比较显皮肤好 然后大老贤在 你为什么要把衣领这么立起来啊 你这种很土的穿法 都很老派的穿法 我就只有60岁的大爷才会这么穿吧 然后我跟你们说 今天 今天下午我去了趟医院 你们知道我去干嘛的吗 脱痴疮 我再过两个星期可能要去割痴疮了 就是在巴厘岛的时候长的痴疮 我就不跟你们具体形容了吧 但是好像也要住院住个五到七天 他说要在医院待五到七天 还要躺着 哇塞我那几天怎么办啊 那我的工作不都暂停了吗 我可以给你们录vlog 割痴疮全记录 别的那个美妆博主都是什么 医美初体验 整形全记录啊 然后呢 我将成为全网第一个 割痴疮全记录 我跟你们说 今天那个医生还吓我呢 他说割痴疮可疼了 他说就是菊花那个地方的神经特别的多 真的 而且他还形容得特具体你知道吗 他还说别的伤口 你动完了之后 你就不动了 就让它慢慢长了 可是痴疮你割完了之后 那个伤口 因为你每天都要拉屎 每天都要从那儿拉屎 他就医生说 那个伤口就是不停的 愈合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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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朝阳公园散步 我没带相机出来 这个手机招的人 好大呀 因为这个手机不够 景深不够 北京现在已经好凉快了 北京的夏天太短了 然后冬天剧场 可是我最喜欢夏天 啊我们到了 从这个门进去 哇塞 这灯光好亮啊 蓝色港湾是一个非常有情调的地方呢 我觉得蓝色港湾比三里屯要有情调一些 对吗大老先 可以 超市往哪边走 哦那边有个扶梯 进来以后首先是一片水果区 这水果摆得可真漂亮 可是就是价格好贵啊 来说买点玉米 然后我们俩都喜欢吃甜玉米 甜玉米嘛 然后我们就来说买这里 结果一看价格 两根31 这两根39 一根玉米20块钱 拜拜您嘞 我们还是周末去菜市场买吧 我感觉这超市的还没有菜市场的好吃 还这么贵 再去看看别的 你现在这个样子好像一个儿童了 好像一个在挑零食的儿童 好点啊 你快点好吧 好 好这里竟然有速冻成分 我还买一份 我还挺喜欢吃成分的 但是北京 北京几乎没有 没有什么卖成分的地方 想吃成分只能加个外卖什么的 而且还不是很好吃 以前我在湖南还有广东 尤其是在广东的时候 天天吃肠粉 好好吃 好喜欢念广东的肠粉啊 回来拿到我的相机了 还是用相机录比较爽 我们买了哪些东西 给你们看一下 买了这个什么 这是大佬贤买的 什么粗粮淮山包 你什么时候放进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怎么趁我不注意都放进来了 然后我的肠粉 一个糯米鸡 还有一个饺子 这个饺子好像他是说 放到那个微博炉里面 稍微热一下就可以 特别方便 这是大佬贤买的萝卜干包 你咋那么喜欢吃包子啊 然后还有一盒 玉米片 然后还有黑芝麻糊 还有泡玉米片的牛奶 大佬贤他说他 现在就要吃玉米片 所以我帮他泡 然后呢 他帮我录 对吗 应该先放这个 你要吃多少啊 点一下就可以了 好脆 这个泡了之后要快一点吃 不然等他软了就 就没那么好吃了 够了吗 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我靠 你不是说只要一点点吗 再来一点 这不是一点点了 是再来一点 可以了 放完吗 放完 翻车啦 等一下你别动我拿 拉布擦一下 要不你来把它舔干净吧 你来吧 哎呀 哎呀 你开始刷一脚 你去啊 好吃吗 可以 我要买的时候你还不让我买呢 你还记得吗 嗯 你现在证明是你 证明你是错了的 你是错的吧 对 讲他怎么跟个机器人一样 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多 大老闲已经上班去了 然后他最近不是要做一个星期的早饭和一个月的 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一个月的那个周末的饭吗 他今天还可以啊 他今天做了早饭 在那个锅里面 就是我们昨天买的糯米鸡和包子吧 我看一看他做成啥样了 这个里面 哇靠给我留这么多呀 我哪吃得了这这么多 烫死了 太烫了 哎他那 这玩意儿这么烫 他不会 没关锅嘛 所以才保管的那么好 哦 关了 嗯我要等他凉一会儿 我今天嗓子发炎了 不是是从昨天 从昨天下午就有一点 一咽口水嗓子就疼 我今天还要录一个视频 而且这个视频可能会录很久很长 我吃一个这个 哎这个好像是什么 胡萝卜馅的 这什么呀 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里面怎么是白的啊 这什么馅啊 还是甜的 那也也不难吃啦 这可能不是那个胡萝卜馅的 是另外一个 然后我现在再来试下这个糯米鸡 嗯 好像也可以耶 好吃完早餐了 我现在去工作室化妆 录视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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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